热门综艺披荆斩棘的哥哥在一路披荆斩棘之下 终于要迎来了最后的成团宴 对于喜欢这档节目的朋友来说 会有很多不舍 对于不太关注的路人来说 也有许多意外事件十分抓马 而我们的山基大哥陈小春 从节目开播至今 个人喜爱度在所有哥哥中 一直稳定排在前五位 他成团没有争议 大家只是在猜测 他最后到底是不是C位 有人问陈小春的人气 为什么会这么高 M君猜问这些话的 大部分是00后吧 确实近几年小春哥 更多是以Jasper爸爸 或是英才儿老公的身份 出现在电视屏幕中 就连上披荆斩棘的哥哥也是 我太太安排的 实际上他早在演艺圈 闯荡半辈子了 陈小春十几岁时 全家随父亲来香港打拼 因为受不了异乡的生活节奏 父亲抛家弃子 留下母亲带着孩子们 住在香港底层社会的贫民窟 经常吃不饱饭 走在路上还会无缘无故地被人打 作为长子的陈小春 为分担母亲的重担 搬过砖 跑过堂 也当过Tony 餐厅老板曾为了讨好顾客 甚至逼他吞下菜里的藏饮 后来偶然间得知TVB招艺人 选中就有工资 他为了工资果断去参加 从未学过舞蹈的他 只在电视上看过别人跳舞 好在老师现教现学 他凭借过人的天赋被老师选中 从此开始了一边学舞 一边打工的青春年华 渐渐地他舞跳得越来越好 被后来的经纪人许愿发现 并介绍给各大艺人做伴舞 从此陈小春的人生开始了起色 曾与谢天华一同参加 风火海男团 1994年 凭借电影《玩九朝五》 获得第14届香港电影镜像奖 最佳男配角奖 最值得一说的 还是两年后参演的 《古惑仔山鸡哥》一决 或许是因为 他就是在《古惑仔》的环境下长大的 成功把山鸡哥演活了 这也导致看到他就脑袋里自动播放 收获人气的他 也得到了酒吧版《鹿顶记》中 饰演主角的机会 并把韦小宝演得深入人心 也唱火了叱咤红人 陈小春的事业是没有任何家庭的帮助 从外行到内行 从伴舞到主演 都是自己摸爬滚打出来的 不像现在许多年轻艺人 从小就拥有了各种业内资源 陈小春做伴舞时 为了赶场 最高纪录是同时计28支舞 因为预算 第一部《古惑仔》是7天拍成 第二部14天 也没有替身演员 敬夜乐夜用作品说话 这就不奇怪 为什么他们轻轻松松地训练一会儿 就能呈现出那么好的舞台效果 这就像当初浪街里宁静说的 那我这几十年白干了呗 都不知道我是谁 如今每一次《古惑仔》们的灾剧头 都会被说成消费情怀 但他们站成一排 搭着彼此的肩膀唱歌 总让经历过的观众 回忆起那个百花起放的日子 他们不像现在的偶像 一直衣着光鲜 来去车接车送 收个小伤就有人嘘寒问暖 而做出的作品 插墙人意 还是有粉丝硬吹 那时的演员们都是陈小春 即使再艰苦 也会努力奋发拼搏 不用自己的辛苦博取同情 拼尽全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 对得起关注 对得起粉丝 不赚亏心钱 M君多希望娱乐圈可以回到那个年代啊 我是M君 爱我你就关注我 爱我你就转发我 都不干就点赞